請問你是 我是三營區議員 陳佩明 你對於今天警方的行動有沒有什麼意見 其實我們不知道是做什麼 就是市民可能要向街 都不一起去 有很多市民在中間可能想離開 他們可能是回城站 其實都要跟他們一路 因為他們又不懂路 他們有風路的權力 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責任 帶回市民去這條路 要怎樣走 要怎樣行 所以剛才都跟他們一路 然後也發現了很多情況 一些可能只有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即是沒有罪假的 但仍然被所謂599G 那是很存在 所以其實我們見到很多都不太好 回到599G 曾經警方多次說話 無論你是否記者 做事也好 不做事也好 他們都有權告你 實力認不認同這件事呢 其實他們現在有一個 隨意演繹法例的權力 但其實我們見到其實本身有 譬如你陪著坐車 陪著吃飯 然後記得周恩職務 或者有一些 譬如記者 大家可能是周恩職務可以 或者可能是 周恩職務也可以 但問題是他們 基本上喜歡幾次拉 我不夠人就照顧四個人 帶來 所以那個情況是 即是都 現在某程度上 我們借這個防禦為人 但那些有些戒錢 或者打壓人手 那你對一個和理聲出來 都唱不到 其實會不會有些失望 那我失不失望 即是在這個政府打壓之下 即是可能一些 市民營的僅有的表達 都沒有 即是 很快成為香港 即入後的一個 即是 關於事件 那曾經警方 一旗推去三旗的時候 曾經封了一條路 而被關上了防火門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剛才我覺得不是那個位置 但我都見到一些防火通道 或者一些正常是 叫防火通道的一些地方 是被關上了 那但是就 即是之前真是 區議會也有很多人說 即是如果一些 風道被關上的時候 這樣處理 那但是消防署 就是我們去過 在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都擦過輕兵 他封過防火門的時候 有一個防火警員 粗暴地把整道門的門 扁掉了下來 那他會用新鴻機拍照 那我相信這個 要和業主那方面 警察其實 即是這麼說 他們都 他們的行動 那其實都要開始 市民負責 整爛了夜間 那當然我們 要回商場 反映他們 有些破壞 警察的警察 好 那你對於將來 沙田再搞和利星 會不會有什麼安排 或者會再一次做那個活動 其實就 我覺得市民 有很大的疑惑 所以就 我看不到 總之為什麼要 警察在這裏 那時候 警察是他們要防疫 那為什麼自己 走去就這樣 那他們 做了反應 所以 某程度上 我覺得 都是很貴的 防疫 為兵 打壓 警方多次折返 我想不止三四次 衝進來 之後開完封鎖線 開完封鎖線 一輪 又撤回 其實整件事真的很無意思 我看不到 他們純粹 有人聚集 他們又不走回去 或者市民就出發買東西 他們就走回去 其實 某程度上 都是浪費市場的時間 因為 剛才看到的 這個位置 他們都擋住了一條路 看到市場出入 所以 某程度對市民都幾天 特別順利 謝謝你 謝謝你 拜拜 拜拜